稳定币一直都是加密市场的焦点赛道 以相对中心化的机制在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领域 扮演着重要角色 特别是中心化交易所中的交易与转账场景 可以帮助用户降低其加密资产的波动性 充险并固定收益 稳定币的地位甚至已经受到美国监管部门的认可 今年1月 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 在官网发文宣布 允许美国银行使用美元稳定币进行支付与结算 文件表示 银行或可以使用稳定币来促进客户在独立节点 验证网络上的支付交易 包括可以发行稳定币 以及将该稳定币兑换为法定货币 在今年颇为强势的加密市场行情中 稳定币作为主要的加密货币 结算资产需求量大增 各大稳定币发行方都在频频增发 稳定币总市值从年初的280亿美元增长至 现金的1081亿美元 过去几年 由于Youth在储备金方面的高度不透明 市场一直期待能出现新的稳定币代替 Youth的龙头地位 降低市场潜在风险 尽管NSK Vist X Goth等合规稳定币在过去 几年向Youth发起冲击 但由于用户使用习惯问题 Youth仍然在中心化交易所处于绝对龙头地位 今年5月 Youth发行方在监管压力下自2014年以来首次披露 撂起储备金的详细数据 截至2021年3月31日 Tether近76%的准备金是现金或现金等价物 其中包括商业票据 信托存款 现金等 剩下的分别是担保贷款 债券和其他包括比特币 在内的其他投资 Youth的安全性得到了初步确保 但它在整体加密市场中的地位已然出现变化 据Messari数据 目前Youth总发行量为643亿美元 较年初发行量上涨近三倍 在稳定币总发行量中占比约为58% 不过在年初 这个比例仍然高达75% 这个数据说明Youth在稳定币行业的整体 控制力正在下降 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DeFi市场的爆发式增长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新兴DeFi项目涌现 尤其是收益类 DEX类 借贷类 它们为了保持较高的流动性都会推出稳定币的 流动性挖矿活动 其中稳定币年化收益超50%以上的 情况也时常出现 但随着黑客攻击增多以及市场下行 目前则大多降到10%左右 而在DeFi市场 出于合规性与安全性的考虑 大部分项目更愿意使用ETH 建立交易对资金池 Youth不再拥有类似于中心化交易所那般的 交易深度与流动性 用户也因为M机制的特性 拥有了更高的选择性 因此合规性更高的 Lizik则已经成为大部分DeFi 用户与项目方的首选稳定币 截至7月1日18点30分 UniSwap资金池中 Lizik所仓量为33.4亿美元 Youth所仓量为16.6亿美元 前者相当于后者的两倍以上 而在交易量方面 Lizik交易对的交易量达到60.2亿美元 Youth交易对的交易量为18.5亿美元 前者相当于后者的三倍以上 同时也反映出UniSwap Lizik使用Lizik交易 的倾向更加明显 而在TVL最高的奥资金池 Lizik存款量为38.9亿美元 借款量为27.7亿美元 均为该平台数据最高的资产 而Youth存款量为9.5亿美元 借款量为8.2亿美元 可以看出Sik在存款量 与借款量数 方面远远领先Youth 这两项数据均反映出Sik已经成为 DeFi用户最为 青睐的稳定币资产 并在DeFi生态的交易与借贷业务中 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 而从近期的动作来看 Lizik已经不满足于 在DeFi生态既有的媒介作用 更希望成为传统金融市场资金 进入加密市场语 DeFi市场的主要通道 从更高的维度向Youth发起挑战 Lizik向来以合规性作为其主打概念 其发行方 Circle与Coinbase都是行业 地位颇高的企业 其中Circle是全球第一家 拿到纽约州 Beat License牌照的企业 此后又陆续拿到英国与欧盟的支付牌照 而Coinbase则是全球获得监管牌照最多的 加密货币交易所 正因为因此 加之美国监管部门今年的态度转变 Lizik受到许多传统金融机构的认可 使用场景明显增多 今年3月 Visa就表示将允许使用稳定BS的结算期 支付网络上的交易 今年5月 Circle还拿到了加密行业历史最高 比单比融资金额4.4亿美元 投资方也大多为传统金融领域的知名风投 机构与对冲基金 此后 Circle明显加快了Lizik面向金融机构 利市场推广力度 以建设一整套数字货币原生支付 和财务基础设施 今年6月 Circle Compound Coinbase都相继推出 Lizik储蓄收益产品 收益率都在4%左右 其中 Circle与辉度旗下借贷平台Genesis合作 收益来自愿意支付利率 以获得额外资本的机构方 Compound储蓄产品的收益 由借贷收益以及Comp 挖矿收益组合而成 Coinbase储蓄产品的收益 则来自该平台 经过验证的贷款人 同时 Circle还推出了DeFi API 使得机构用户接入API 即可访问各种DeFi协议 通过使用DeFi API 企业将可以轻松快速地访问DeFi协议 在那里 他们可以获得利息 治理代币 并为他们的客户提供相同的访问权限 同时 传统金融用户进入DeFi市场 往往面临较高门槛 例如私钥管理 链上交互等 并带来管理成本与监管成本的提高 这些困难 也限制了更大规模的资金 进入DeFi市场 而前述机构 将这些负责的操作过程抽象出来 使得用户简单地 将美元转入其账户即可享受 到4%的年化收益 可以预见 大量传统金融市场的资金将由此涌现加密市场 将更多美元流动性引入DeFi市场 成为第一个通向DeFi的机构及桥梁 这一事件将是我们几年后回顾的事情 因为它开始了DeFi的机构化 就像我们回顾Compound的Comp发布一样 它开启了流动性挖矿热潮 Ladeli Gray创始人Rantony Sasano表示 在DeFi市场需求 与传统金融市场需求的驱动下 自今年年初以来 Seed的供应量飙升了近20倍 同时3亿美元上升至251亿美元 在未来几个月内 List还将在 Evolent,Celo,Flo,Hedera,Crova,Norgos,HulkDot,Sax,Trezels和Tron等10个 区块链网络商发行 以进一步放大了四在链商DeFi市场的优势 目前来看 加密市场稳定币的市场格局已经预发清晰 Yuze和List作为双核驱动市场的发展 其中 Yuze鉴于其合规劣势而满足于现状 主要服务于中心化交易所的交易与转账场景 Yuze则试图成为连接传统金融世界与加密 世界的主要媒介 提升金融机构对加密货币的采用率 帮助传统资金以合规 简便的方式 享受到DeFi服务 此外 DAI和Biz则各有其特定应用场景与定位 例如DAI主要服务于DeFi原生人群的各种需求 Biz则在币安交易所与BSC链 作为主要的稳定币 结算资产地位稳固 其他稳定币则更多的作为市场补充存在 随着加密市场的愈发成熟 稳定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List目前来看 已经成为该领域的标杆并驱动发展 就如同Coinbase一般 尽管交易量不是最高 但仍然凭借合规性成为该市场最具影响力的交易所